高额奖学金 教授致校 南方科技大学一向以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著称 也饱受争议 今天上午年近七旬的南科大校长中科院院士朱青石来到南京金陵中学 亲自要贺招揽声援 而他要求的声援素质与其他的高校的确还不一样 来看现场报道 你不要说自在讲 自在怎么说 你又怎么记 说凡是跟书上说的不一样的 考试都得不了分 家长和老师和工 大家共同联手起来 把学生的批判注意力的计划压力了 朱青石说 南方科技大学相信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今年南科大在江苏招20名理科生 自主能力测试 考生根本不用复习 他们考的东西不在书本 考的是想象力和创新素质 去年南科大考卷就出了一道神题 七分钟内从一写到三百 这道题就是很明确的考学生的注意力 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写到一二百以后吧 你的大脑开始疲倦了 这个时候脑袋想的东西 给手上写的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 这就叫注意力缺失 的确这样的题 恐怕永远不会出现在高考事件中 南科大一小步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大步 我们注意到朱青石院是来江苏招生时 特地带了这样一条宣传标语 那么究竟是继续走老路 还是要选择一条不寻常的创新之路 南科大把这样一道选择题 摆在了江苏考生和家长的面前 不过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现实问题是 就业出路在哪里 您需要这些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的学生的区别 如果要是从大学毕业或者就业来看的话 有什么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国内大家都在低层次教育水平上谈就业了 如果一个基层次力人才出来 他又会遇到就业问题 因为他如果不干他专业最肯的专业 他就一筒摸转了 如果培养是一个高度创新的人才 他就根本不存在就业问题 尖锐现实的问题一个个抛来 朱青石院士不回避 从容作答 作为一校之长 年近七旬 教育生会还要一个省一个省亲自跑 朱青石说南科大的探索之路 他也希望能亲自走下去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